每年春晚都是大家最关注的盛典 可惜,今年李古一老师没参加春晚 不能再听难忘经销了 从第一次连排开始 就有实时更新的明星参加春晚彩排的消息 作为少有的收视率超高的盛典 能参加基本就能保证超高热度 即便口碑越来越差,对观众吐槽越来越不好看 春晚依旧是明星能选择的活动中 性价比最高的一个 节目端出来后,节目远远没有明星阵容有看点 因为片想太明显了 有些明星只能参加十几个人的大合唱 有的人有单独一首歌 而有的人竟然一晚上有两个节目 这些人里有两位流量小花比较受关注 毕竟年龄和资历还没到老艺术家那个程度 待遇却很好 易杨子赵丽颖受重视太明显 小花里的领头人杨子赵丽颖基本上都是两个节目 从节目等来看,两个人确实是比较受重视 春晚这种不必考虑收视率的节目 能在有限的时间里给两个节目可见是很重视了 赵丽颖的两个节目是开场曲加创意节目演唱 开场曲自不必说 需要的基本都是国民度和流量都不错的明星 热场子 赵丽颖的创意节目演唱值得期待 毕竟她是个演员 能打扮一众专业歌手拥有创意节目的演唱 无论是咖位还是官方认可都比较高了 看节目简介也算是有看点 还有唐世义等知名舞者的舞蹈表演 概念也是追寻中国传统色彩 算是文化宣传类节目 能给赵丽颖足可见她知否分吹犯下 幸福到万家这几部剧 无论是口碑还是热度都得到了认可 演员终究还是要靠作品 前些年她还拿不到好剧本 拍的大多都是古偶仙侠的时候 有热度但是没有认可 现在作品口碑跟上了 认可这不就跟上了 杨子的两个节目是开场取家小品合作王宝强 王宁 也是性价比很高了 小品的时长应该是比一首歌要长 而且搭档有王宝强 基本就能保证小品的好笑程度了 关注现在对小品失望攒够了 已经没太多期待了 只要足够好笑 别深情刷脸的目的肯定是能达到的 万一小品太烂被吐淘来 杨子也不是被吐槽的那个 春晚小品懒了好几年了 每年骂的都是导演和编剧 杨子的沉香如雪 亲爱的热爱的这些代表作 看起来都是偶像剧 但她刚出的时候还是有可悲好的剧的 战长沙让很多人对她一辈子都有角色滤镜 欢乐松那会 邱姨赢这个角色虽然被骂得很惨 杨子的演技还是被认可的 更别说小小年纪就有了加油儿女这样的作品 杨子后来走流量小花路线还能有那么好的路人员 除了早期有口碑好的作品 也和积累了很好的观众基础有关 二沈腾玛丽春晚常客 吴雷打破流量问春晚节目单出来之后 引起热议的是明星阵容 都在节目单里看到了现实的咖位问题 但爱看节目的最关注的却是沈腾玛丽的小品 这两位算是被吐槽的小品和写剧人里水平还不错的两位 夏洛特烦恼之后 这两位的国民度也上去做出了不少喜剧电影 口碑一般票房还不错 可惜的是贾玲和张小斐没上春晚 他们俩在你好李幻音之后 也是比较受观众期待的演员 贾玲也是比较有观众人的喜剧演员 可惜今年没有参加 倒是沈腾玛丽 有点当年赵本山宋丹丹那种白云黑土的感觉 只要看到他俩观众基本就安心看就行了 不会不好笑的 当然了除了这些已经有一定咖位和有一定资历的实力派 以及高热度演员 新盛代的明星也有登上春晚的 不及是年轻人吗 本来之前盛传的去流量理论 以为是要全景中老年明星上春晚表演 还有观众吐槽逃避重点 不提自己内容难看 上流量明星法国全背了 正好让他们看看 去流量之后依旧难看 暴露他们的能力 结果一看节目单 也没有完全去流量啊 新看灿烂刚刚爆剧的流量小声无垒 他的参加就能打破那个流量乱的传言 更别说还有善依纯 薛琳娜一高 成立浓这样的新生代歌手和小爱豆 希望春晚能好看吧